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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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我是高维旭 大盘还没有开始往上涨 但是我在3月11日有给您报告 即便大盘路况往下 但是幅度跟空间不会太大 当天你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偏多布局操作 当然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在2月26日 我有告诉你卖掉没机会股票 保留现金 留下有机会股票在手上就好了 所以我在3月11日告诉你 其实你要做什么动作 偏多操作 我不会叫你保守 该保守我一定叫你保守 该币风险 该币拐点 我会忠实转达给你 可是该勇敢进场的时候 要有勇气的时候 我一定会告诉你要做这个动作 大盘还没有过前高 还没有过前高 不要等到过了前高之后 整个市场要告诉你要去追的时候 你又追到高点 你又追到高点 看我的节目 我至少可以帮助你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行情路况 上下 或是我看不懂 都很明确 不会告诉你 保守保守保守 9319请你保守 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我请你偏多操作 报国过年 过年之后继续跟你讲说 还有高点 从来没有叫你保守过 可是你看到的分析 听到的分析 请你保守 一路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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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在高点终于喊对了 再请你保守保守 然后 现在要上去了 又请你保守保守保守 投资朋友 一直保守 就不要做股票交易 股票交易 每天就存在的风险跟机会 加入我的light 我至少可以帮助你两件事情 行情路况 我不会跟你讲模拟两可的 2月26号请你 卖掉每机会股票保留现金 我才有资格跟你说 3月11号 即便行情路况往下 我认为幅度都不会太大 情况之下 个股可以再进场了 现阶段是什么 坚持你才会成为股市上面的赢家 你要坚持住 你不够坚持 你很容易多空摇摆 可以赚一个坡段的 你却没有赚到 甚至你还反向去做交易动作 如果这一段你是做反方向的 你是每天都被嘎 然后呢 大多数人 投资朋友 你看到分析啊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今天假如导转反转 形态确定成立 会教你追到 9700点 这个还好 这个你后面还可以吃得到一段 最不好的分析是什么 这一段是涨虚的涨假的 因为中间有太多的利空了 涨虚的涨假的 然后告诉你说 必须突破 警线WD确定完成 而且带量上稳之后 你才去做追加 但是不排除前步还有一个缺口 这些还没有在运作当中 我已经提醒预告你了 后来有没有验证 你看到的分析是不是如此 告诉你警线要过 WD确定成立之后 带量成立站稳之后 不排除往上 可是往上的情况之下 上面又有一个 空方的缺口的压力 所以呢 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请你追到这一边 这边是什么位置啊 10272点 这样你做到这一边的 全部都害死你啊 因为做多买到相对高点 很容易一个小小的回档 你就被受伤咬到了 做空 行情又会在往上 你又被嘎上去 这边是最难操作的 认同吧投资朋友 所以叫你保守啊 因为他也觉得很难操作啊 他之前看不懂 他当然觉得很难操作 因为他注意到相对的高点嘛 开始要去做个震荡整理 他进入矿看不懂 Depo97吃白点将来保守 你听得进去 但是我叫你要积极做多 你听不进去 所以少数人才会成为股市上交易的赢家 看我的旁后节目的人 点阅率其实也不高 可是我还满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点阅率不高 代表什么意思 这些有在长时间 关注维序老师的 节目的投资朋友 你都应该是少数的赢家 你应该都是少数赢家 所以不用去帮我分享 让太多人知道 看我的节目也没太大的意义 你专注看我的节目 我们成为少数的赢家就好 如同我的会员一样 认同我的会员 你当然就可以成为赢家嘛 我所谓赢家 不是跟你说我每笔交易都赢喔 我所谓的赢家是什么 我维持小输大赚 小输大赚的节奏 时间一年过后 你会发现 这一年你加入我的会员 你是我的会员 你是我车队里面的成员 你会发现这一年可以抵挡你 过去的三年五年的交易 为什么 至少交易心态你是稳定的 你如果跟一个老师 他的交易心理素质是不稳定的 你没有办法做交易的 之前跟你报告的 1月3号1月4号掌握机会的如虹 今天继续创高到多少 到400块 离前波高点不远 前波高点在这里 跟你报告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公开跟你讲你也不敢经常买 上药也上去了 台达电也上去了 汉讯也上去了 世纪钢也上去了 当时跟你报告的股票 五档股票 没有一档让你赔钱的 即便你不是我会员 你都有可能进场撞到钱 只是你抱住抱不住而已 当我在告诉你3月11号要偏多操作 当然也会公开希望投资朋友 你不是我会员的你 你都可以了解 行情路况的方向之外 操作的方向之外 我告诉你我看好的标的 都还没有涨 有些都还没有涨 可是会不会再涨 你来看一下吧 8幅 这里 有波段上涨的条件 提维C 比较好一点 先表态 1522 先表态 至少还在酝酿当中 但是 未来再来看吧 包含的正答也是一样 懂筹码的人会了解 这个东西叫可长可短的 形态 跟筹码 可长可短 短线的工序也是一样 可长可短 都上去 工序 跟你讲在这里 噴上去 可长可短 只是你要不要进场而已 这个在又 这个在仰空 融资增加 融券也在增加 在仰空 行情结束了 没还没 3149 震达 还没有再发动 再整理 最后再发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再去追价太晚了 你再追价太晚了 任同我的投资朋友 我都希望你 把我的建议放在心上 你也许不用加入我的会员 可是我希望你 我给你很中肯的分析 行情路况的方向 各股操作的建议 我希望你 都可以在股票交易直路上 成为股市上面的赢家 我是高伟徐助大 操作顺利活力满满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